全油管最快新闻,据消息,针对宝能集团董事长姚振华可能被拘留一事 宝能内部人士表示姚振华最近一直在公司工作,并接待了政府部门的访客 宝能集团也发布声明称姚振华正常工作 此前有人传言深圳罗湖区法院发布了一份拘留通知书 但宝能内部人士称该通知书是法院新来书记员操作失误引发的,现正在协调解决 不过,法院工作人员表示暂时不清楚情况,正在核实中 需要注意的是,之前姚振华也曾传出下落不明的消息 但解释为法律文书为宋达成功 订阅新闻集速地,最先知晓天下事